刚才我们讲的是检查一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它是有解还没有解。 那接下来我们要问的下一个问题是,如果有解的话,那有多少解呢? 这个部分对应到课本的Chapter 1.7,这都是我们刚才讲过的东西。 我们刚才说,我们可以藉由Linear Combination的概念或Span的概念检查一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它有解还是没有解。 那接下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在有解的前提之下,应该要有多少解呢? 在有解的前提之下,会有多少的Solution呢?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份投影片里面要学到的是说,假设A的Color它的特性是Independent的,我们等下会讲说Independent是什么。 假设A的Toler,它是Independent的,或者是,这个也是换句话说,假设A这个Matrix它的Rank是N,每一个Matrix它有一个特性叫做Rank,如果它的Rank是N的话呢? 那它就是,或者是说它的Nulity,也是它另外一个特性,它的Nulity等于0的话,那它就有唯一解。 那如果在另外一个Case,A的Toler是Dependent的,A的Rank小于N,或者是A的Nulity大于0的话,那这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它就有无穷多解。 那这边你可能会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这边只考虑唯一解,跟无穷多解的Case吗? 怎么不考虑其他的局域来说,只有两个解,或者是有三个解的Case。 那你仔细想一想,根据一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的特性,当它有解的时候,它唯一的可能就是一个解,或者是无穷多解。 那怎么说呢?我们讲完这件事,我们就下课。 我们来讲说,为什么一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它只有可能有一个解,或者是无穷多解呢? 你想想看,假设有一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它有两个解,假设有一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或者是一个Linear System A,然后你说它的Case现在是B,你找得到某一个Vector X,它输出以后,它输入A以后,你得到的结果是B。 那现在,假设它有两个解,假设你找得到第二个解,你输入X'以后,你输入X'以后,它得到的输出呢,也是B。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你找得到第二个解,其实你就找得到无穷多个解。 怎么说呢?根据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的特性,如果我今天有一个输入是0.3倍的X,加上0.7倍的X'。 把它输入到System A里面。 把它输入到System A里面。 那我得到的结果会是多少呢?根据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的特性,你把输入做相乘相加,输出也会做一样的相乘相加。 所以0.3倍的X加0.7倍的X'你得到的输出仍然是B。 或者说,你把这个0.3换成0.4,你把这个0.7换成0.6,它的输出仍然是B。 所以一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你找得到第二个解,你接下来就可以找到无穷多解。 所以一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在有解的情况下,它要嘛就是一个解,你找到第二个,要嘛就是你找到第二个以后,它就有无穷多解。 所以我们只会考虑一个解,跟无穷多解的Case。 那我们今天这一堂课就上到这边,那我们就下课。 好,那有一件事先提醒一下,就是我们下下礼拜五公告作业一跟作业二。 讲到一个作业一跟作业二是比较简单的,所以就合在一起公告。 好,那下下礼拜五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10月5号,那下礼拜呢,会再提醒大家一次。 好,然后呢,你可能会发现说上课的内容啊,其实跟课本的叙述的方式并不完全一致。 我不知道大家手上有课本了没?没有课本?还是有课本?有课本的同学去搜一下这样。 好,好,手放下,所以大家手上是有课本的。 好,你会发现说呢,跟课本的章节的安排啊,跟课本的叙述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但其实讲的是一样的东西。那我之后呢,会在每一份投影片的开头呢,列出这个部分的内容大概是来自于课本的哪一个章节。 那你给你自己要念课本的时候作为参考。那之前的投影片呢,我也有做更新了。 好,所以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啊,今天要讲什么是independent,什么是dependent的这个vector set。 这个部分呢,是对应到课本的1-7。 好,那我们上周讲了什么呢?我们上周呢,讲说,如果我们要知道一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它有没有solution的话, 那我们呢,要怎么做呢?我们学了两个新的terminology,一个是linear的combination,一个是span。 那我们说,如果现在b呢,是a的column的linear combination,或者是说b呢,是在a的column的span里面, 那我们说这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是有解的,反之它是没有解的。 接下来我们要下一步,要进一步问的问题是,如果有解的话,那有多少个解呢? 我们说,如果今天a的column满足下面这三,这并不是说满足下面这三个条件,而是说满足这一个条件。 那这个条件有三个不同的叙述方式。 一个是,a的column是independent的,那我们等一下会解释什么叫做independent。 另外一个是,a的rank,我们来解释什么是a的rank,a的rank是n,还有一个是a的nullity呢,是0。 这样子的话,这一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它就只有这个唯一解。 那反之,如果在另外一个状况,a的column是dependent的,或者是说,就换句话说,a的rank小于n,或者是再换句话说,a的nullity大于0的话,我们说,这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会有无穷多解。 那我们上周停在,想要跟大家解释说,为什么只考虑唯一解,跟无穷多解的状况呢? 因为我们说,其实只会有这两种状况,不可能有其他的状况。 那我们这边告诉大家说,如果有两个解,你找得到两个解,那你就可以找到一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 如果你找得到两个解,那你就可以找到无穷多解。 因此,今天一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要么无解,要么唯一解,要么就是无穷多解。 并不会有两个解,三个解这样子的状况。 好,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介绍两个新的专有名词,就是什么东西,什么叫做dependent,什么叫做independent。 那dependent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呢,你就翻成依赖的,相依的,或者是不独立的。 那如果independent呢,你就翻成独立的。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我们先讲一下这个dependent跟independent的定义,然后再看一下它的直观的解释是什么意思。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dependent跟independent的定义。 我们说,如果你有一个vector set,里面有n个vector,a1,a2到an,我们有n个vector,我们说这n个vector是linear dependent的,如果它满足下面这个条件。 如果你找得到一组scalar,x1到xn,你找得到一组scalar,x1到xn,用这一组scalar去对a1到an这n个vector去做linear combination。 然后你找出来的这组scalar,它们不全部都是0,有一些是0没有关系,但不能够全部都是0。 如果你找出来,如果你找出来这组scalar,没有全部都是0,然后你把它对a1到an去做linear combination,然后你发现你可以得到zero vector的话,你找得到这一组scalar,可以得到一个zero vector的话,那我们就说这组vector是dependent的。 其实更严格说起来是linear的dependent,不过在上课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就把linear这个词汇省略,说这组vector set是dependent的。 好,那independent呢?independent就是dependent的相反。independent是什么意思呢?independent是说,如果你现在要让a1到an, 它们做linear combination,结果等于0,唯一的可能是你的这些系数,你的这些coefficient,全为0,那这个叫做dependent。 所以一个vector set要嘛是dependent,要嘛是independent。 如果你如果要让这一组vector set做linear combination,结果为0,唯一的可能是所有的系数都为0的话,那这组vector set是independent的。 反之,如果你找得到一组vector set,它们不是全部都是0,只要有其中一个系数不是0,它们不是全部都是0,然后做完linear combination可以等于0的话,那你就会说这个vector set是dependent。 好,那今天呢,如果在dependent的情况下,你如果找得到一组scalar,可以让linear combination等于0,其实你就可以找得到无穷多组。 为什么?因为假设你找得到一组x1到xn,他们做linear combination以后,他们用这组系数对a1到an这个vector set做linear combination,你可以让它变成0vector的话,那你其实就找到另外一组。 怎么找另外一组呢?把所有的x,比如说除2,除2,除2,你就找到另外一组了,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把这边锁的系数都除2,其实是不会影响它计算出来的结果的,对不对?它仍然是一个0vector,那如果你除3,你就找到另外一组coefficient,你除4又找到另外一组coefficient。 所以今天在dependent的情况下,可以让这个vector set做linear combination等于0vector,这组非0的scalar,其实是有无穷多组。 你有问题是吗?网列上没有投影片是吗?没有投影片?我没有放上去吗?这份没有是吗? 哦,真的啊?抱歉,抱歉,那我们现在把它上传到社团上,好吗? 好,现在上传。秒上传这样子。 等我一下哦。 等我一下哦。 好,那我们就继续讲吧。 好,这边往往你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隔天你就会忘了到底全部都是0是dependent,还是全部都是0是independent。 隔天就忘了它的定义了。 所以我们用一个比较直观的方式来解释dependent跟independent。 我刚才还有一件事没有讲,就是说,今天如果是在independent的case,那你可以让a1到an做linear combination等于0的这组系数x1到,我发现一个错,我发现一个错,是什么呢? 这个应该是xn。好,这一组coefficient,x1到xn,它是唯一的,它是unique的。 好,那我们用一个比较直观的方式来解释什么叫做dependent,什么叫做independent。 那所谓dependent的意思呢,直观的解释就是,假设你有一个vector set,在这个vector set里面存在了某一个vector。 这边呢,我们说这个vector叫做ai,这个vector是其他的vector的linear combination。 这个ai,它是其他的vector的linear combination。ai就是人工智慧这样子。 这个ai,它是其他的vector的linear combination。 那我们就说,这个vector set是dependent的。 那我们知道dependent的意思就是,相依的、依赖的、不独立的。 那因为在这个vector set里面,有一个人,它是个容缘。 那这个ai,它是个容缘,它是其他人的linear combination。 其他人就可以做到跟ai这个vector一样的事情,它是其他人的linear combination。 所以我们说这个vector set里面有容缘,他们是dependent的。 这个vector set里面,有一个vector,它是跟其他人是相依的。 所以整个vector set,我们说它是dependent的。 也许这样子,你会觉得比较好记忆一点。 好,那这个叙述啊,其实跟刚才上一页投影片的叙述,其实是一样的。 如果在你的vector set里面的vector,多于一个的时候。 好,那我们先来举一个例子来看看说,一个vector set,它是dependent的,还是independent的。 这边有一个vector set,它里面有两个vector。 那它是dependent的,还是independent的呢? 那你一秒钟就可以看出来说,在这个vector set里面,也许我们拿这个vector出来,我们说它叫做a1。 a1这个vector,它其实是另外一个vector a2的linear combination。 为什么? 我们说,把a2乘上。 你觉得应该乘上多少呢? 5分之2,是不是? 5分之2,其实呢,就会等于a1,把a2乘上5分之2,就会是a1。 所以a1是a2的linear combination。 或者说a2其实也是a1的linear combination。 因此,这一个vector set里面有某一个vector是其他人的linear combination。 所以,这是一个dependent的vector set。 这个vector set是dependent的。 好,这是一个例子。 那我们现在举另外一个例子。 这边有一个vector set,它里面有三个vector。 它是dependent的,还是independent的呢? 给你三秒钟想一下。 好了,你觉得它是dependent的同学,举手一下。 好,手放下来,就是它是independent的同学,举手一下。 好,有些人觉得它是independent的。 也许,如果给你一个vector set,你要检查说, 里面是不是某一个vector是其他vector的linear combination。 对你来说,也许一瞬间有点困难。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说dependent的定义就是, 如果某一个vector是其他vector的linear combination的话, 它就是dependent。 那其实今天这个问题非常简单,你就检查一下, 你发现说,最右边这个vector, 七十一六,它是第一个vector, 加第二个vector,就是七十一六。 所以第三个vector,它是前面两个vector的linear combination, 所以它是dependent的。 好,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三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是这样子的,有三个vector, 这里面有没有某一个vector是其他vector的linear combination呢? 给你五秒钟想一下,你找得到某一个vector是其他人的linear combination吗? 好,那你觉得它是dependent的同学举手一下? 好,很少。 好,那你觉得它是independent的同学举手一下? 好,多数人都觉得它是independent的, 你觉得这里面没有任何一个vector是其他人的linear combination? 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是a1, 这个是a2, 这个是a3, 然后, 其实你把a3乘0, 其实就等于a2了,不是吗? 所以a2可以说是a3的linear combination。 我现在有违反linear combination的定义吗? 其实没有linear combination, 你的coefficient可以是0啊, 对不对? 或者它其实有很多个可能的linear combination。 我可以说, 这个a2等于a3乘0加a1乘0, 这样也可以。 所以a2是其他vector的linear combination。 所以这个vector set, 它是dependent的。 就这样子。 这个大家有问题吗? 那你可能会想说, 那如果回归一开始讲的那个定义呢? 你说要找到x1, x2, x3不全为0, 它才是dependent的。 不全为0, 然后做linear combination 等于0 vector, 它才是dependent的。 那在这个case, 你要找到一组系数不全为0, 然后做linear combination, 以后是0, 太简单了。 这边是0, 这边是0, 这边我就随便说个就是pi, 这样子。 然后做linear combination以后, 它是0。 那所以这是一组不全为0的系数, 这是一组不全为0的系数。 所以, 这一个vector set, 它是dependent的。 所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是,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是, 如果在一个vector set里面, 它有0 vector, 在一个vector set里面它有0 vector, 那它就是dependent的。 就这样子。 因为如果你有一个vector set里面有一个0 vector, 其他的vector, 只要乘上0, 它的在做linear combination的时候, 只要它的系数是0, 它的系数是0, 就可以变成那个0 vector。 所以一个vector set里面如果有0 vector, 你就不用想, 它就是dependent了。 好, 所以我们知道说, 任何一个vector set, 它只要有包含0 vector, 那它就是dependent。 但是这一个有关dependent, independent的讲法, 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在只有一个vector的时候, 你就没有定义这样。 那我刚才在上面这个绿色的框框里, 我的讲法是说, 如果某一个vector ai是其他的linear combination的时候, 它是dependent的。 不过如果只有一个vector的时候, 它是没有定义的。 所以如果只有一个vector的时候, 你还是要用真正的定义, 就是我们前面一开始讲的, 你找得到一组非0的系数, 来检查说, 这个vector set是dependent的, 还是independent的。 但是在一个vector set, 它有多过一个的element的时候, 上面这个叙述跟下面这个叙述, 叙述, 其实讲的是同一件事。 其实讲的是同一件事。 怎么说呢? 我们就简单举个例子来说明。 假设有一个vector set, 它是dependent的, 根据dependent的定义, 我们是说, 你找得到一组不全为0的系数, 做linear combination以后等于0 vector。 那我们现在只是想要举例告诉你说, 下面这个叙述, 其实跟上面这个叙述的意思是一样。 那今天假设说, 我们找得到一组不全为0的系数, 比如说, 我们把ai乘上2, aj乘上1, ak乘上3, 然后我们说, 它会等于0 vector。 那如果这个vector set, 我找得到任何一组系数不全为0, 把这个vector set做linear combination, 会等于0 vector, 我们说这个vector set是linear dependent的。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只要把这三个vector里面的其中一个挪到等号的右边, 比如说我们现在把3倍的ak, 挪到等号的右边, 变成-3倍的ak, 然后呢, 我们把, 比如说-3, 除到左边去, 那变成说-3分之2倍的ai, 加-3分之1倍的aj, 等于ak,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换句话说, 其实同一件事我们换句话说, 我们说ak是另外两个vectoraj跟ai的linear combination。 那所以我们说ak它是别人的linear combination, 它没有办法做多余, 它没有做什么多余的事情, 所以它是一个容源, 所以这个vector是一个dependent的vector set。 好, 那反过来说也是一样, 我们说dependent的意思就是, 某一个vector这边写成ai-pline, 它是3倍的aj-pline, 加上4倍的ak-pline。 那如果在一个vector set里面, 你找得到某一个vector是其他的linear combination, 那这个vector set就是dependent。 那这个叙述也等同于是说, 我们现在把所有的vector统统都挪到同一边, 然后呢, 它们等于0。 你找得到一组非0的系数, 它们等于0。 所以上面跟下面这两个叙述啊, 它们讲的是在你的一个vector set里面有多过一个vector的时候, 它们讲的其实是同一件事。 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说明的就是, 假设一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 它的那个coefficient的matrix, 就它的那个matrix A呢, 它的column是dependent的。 那一旦这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有解, 它就有无穷多解。 但要注意一下这个条件, 是说它一旦有解, 它会有无穷多解。 但并不保证说, 如果你的column是dependent的, 它就会一定有解。 所以dependent这件事, 跟有没有解是没有关系的, 它就说一旦有解, 它会有无穷多解。 那在比较正式的证明这件事之前呢, 我们先用比较直观的方式, 来跟大家说明说,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举例来说, 现在你有一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 它就写成这个样子。 你的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 它是这个样子。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说, 它的matrix A的这三个column, 这三个column, 组成了一个vector set。 我们现在来看说, 这三个column组成的vector set, 它们是不是linear dependent的, 还是linear independent。 它们是dependent的, 还是independent的呢? 那你简单的检查一下, 就会发现说, 这个第三个vector, 会等于第一个vector, 跟第二个vector的相加。 第三个vector, 会是第一个vector, 跟第二个vector的相加。 某一个vector, 是其他人的linear combination。 所以, 这一个vector set, 这个matrix A的column, 所组成的vector set, 它是linear dependent的。 那一旦, 这一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有解, 它就会有无穷多解。 为什么它一旦有解, 就会有无穷多解呢? 那我们先假设, 我们找得到一组解。 举例来说, 现在如果x1, 带1, x2, 带1, x3, 带1, 那你就会发现说呢, 把x1等于1,x2等于1,x3等于1, 带进去, 这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 它是consistent的, 它的左式会等于右式。 所以, 111呢, 是其中一个解。 111是其中一个解。 好, 那, 如果你找得到一个解, 按照dependent的定义, 按照dependent的性质呢, 你就可以多找到一组解。 多找到一组解, 你就等于找到无穷多解。 怎么多找到一组解呢? 因为按照dependent的性质, 其实, 其中一个vector, 你至少找得到一个vector, 它是其他人的linear combination。 所以, 你完全可以把那个可以被其他人用linear combination表示的vector, 把它换掉。 所以, 今天呢, 7116, 这个vector, 它既然是其他人的linear combination, 它就是可以被换掉的。 所以你可以把7116, 换成7116, 换成633跟183的linear combination。 好, 如果你把这个vector, 换成633跟183的linear combination的话, 你就找得到另外一组解, 它的x1等于2, 它的x2等于2。 然后呢, 你把x1设为2, 你把x2呢, 也设为2, 你把x3设为0, 左边跟右边, 左是跟右是, 仍然是consistent的。 好, 所以220是另外一组解。 你找到两组解, 你就找得到无穷多解。 那这是直观的解释, 告诉你说, 为什么如果column是dependent的, 那就会有无穷多组解。 一旦有解, 就会有无穷多组解。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要比较正式的来跟大家证明一下说, 为什么column是dependent的, 就一定有解。 那你知道这两件事啊, 就dependent跟, 呃, 我刚才说错了, 不是column是dependent, 就一定有解, 是column是dependent的, 在有解的时候, 就会有无穷多组解。 那这件这个证, 我们要证明说, 这两件事情是等价的, 它们是弱且为弱的。 那我们今天证明的时候就分成两个方向。 首先先证说, 如果A的column是dependent的, 那如果A的column是dependent的, 一旦有解, 就有无穷多解。 这是从dependent到无穷多解。 那, 反过来, 反过来, 一旦, 这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 不但有解, 而且有无穷多解。 这边我就不用叙述说, 有解的条件, 因为这边说它有无穷多解, 其实就代表说它是有解。 一旦, 今天这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 它不但有解, 而且有无穷多解, 那这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 它的column就是dependent的。 所以dependent这件事情, 跟一旦有解, 则无穷多解, 这两件事情, 是等价, 是等价。 好, 那在证明之前呢, 会需要跟大家讲另外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是homogeneous。 homogeneous的意思是说, 如果有一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 它的constant term等于0, 那我们就说, 这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 是homogeneous。 好, 就这样, 这个Homogeneous的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 它一定会有解。 为什么? 因为你用脚趾想, 就知道它一定有一个解是什么, 就是homogeneous。 对不对? 如果今天, x带0, 0 vector乘上a, 还是0 vector, a乘上0 vector还是0 vector, 所以一个homogeneous的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 它一定找得到一组解的。 这组解, 我们不知道它会不会有其他的解, 你不知道它是有多少解, 你不知道它除了0以外, 会不会有别的解, 这你还不知道。 in general而言, 你不知道。 但是, 就算你不知道这个matrix a的coefficient, 长什么样子, 你不知道a里面的colum长什么样子, 你一秒钟就可以反映说, 我至少确定一定会有一组解, 这组解呢, 就是0, 这个是0 vector, 这个是homogeneous的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的特性。 好, 背上这个, 根据这个dependent, independent的定义, 我们马上就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 如果今天, 一个vector set, 它用这个vector set呢, 来组成matrix a, 如果今天这个vector set呢, 它是dependent的, 那用这组vector set组成的matrix a, 来产生一个homogeneous的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 它一定会有非0的解, 它一定会有无穷多解。 这件事情是显然的, 为什么? 因为它是根据定义, 它就是dependent-independent的定义。 我们刚才有说过, 所谓dependent的定义是什么意思? dependent的意思是说, 你找得到一组coefficient, x1, x2, 到xn, 他们跟a1, a2到an做linear combination以后, 得到的结果是zero vector, 然后呢, 他们不全为0, x1到xn不全为0, 那x1到xn不全为0的意思, 这件事情等同于在说, 你找得到一个不等于0 vector的x, 你找到一个x, 它不等于0 vector, 它跟a相乘以后, 会等于0, 那因为matrix a, 跟x相乘, 其实就等于是, 拿x1到xn这组系数, 对matrix a的column, a1到an做linear combination, 所以今天a乘上x的意思就是, 拿x1到xn这n的系数, 对a做linear combination, 然后我们刚才说, 如果按照dependent的定义, 你找得到一组非0的系数, 让这个linear combination的结果是0 vector, 所以今天这个homogeneous equation, 你找得到一个不等于0的vector, 它是ax等于0的solution,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接受, 其实这就是根据定义, 没有做什么额外的事情, 这个部分有问题的同学, 同学有问题要问吗? 大家有问题吗? 可以接受吗? 好,那甚至你也可以说, 如果你想的话, 你甚至也可以说, ax等于0, 有非0的解就是代表, 它就是dependent的定义, 你也可以这么说, 反正这一个ax等于0, 会有非0的解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来自于dependent的定义, 所以我们并不需要多做额外的证明。 好,那我们刚才讲过说, 一旦一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 你找得到两个解, 那它就有无穷多解。 那我们知道说homogeneous的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 它一定有一个解, 那就是0 vector, 现在你又说你找得到一个非0的解, 你找得到一个解等于0, 你又找得到一个非0的解, 那意味着它就有无穷多组解了。 好,那下面这个叙述也一样, 下面这个叙述的解释也是一样的, 下面这个叙述是说, 假设有一个factor set, 它是independent的, 意味着说, 如果你要找一组参数x1,x2到xn, 它乘上a1,a2到an等于0, 唯一的可能性是x1,x2到xn, 它们全部都等于0。 这个是dependent的定义, 这个是定义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个就是定, 刚才说错, 刚才说成是dependent的定义, 这是independent的定义, 这是independent的定义, 你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就是independent的定义就是, 你唯一让a1到an做linear combination等于0的coefficient, 是所有的coefficient都等于0。 那这个, 这件事情这个叙述等价于ax等于0, 这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 唯一可能的解就是0 vector, 除了0 vector以外, 没有其他可能的解, 一旦有其他可能的解, 那这个vector set就不是independent的, 就不是independent的, 它就是dependent的。 好,那这些都是根据定义来讲, 根据定义来讲。 好,那接下来, 刚才只讲了homogeneous的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 那现在是要讲的是, in general而言, 就算它不是homogeneous的, 如一旦a是dependent的, 那保证推得ax等于b有解的话, 就会有无穷多解。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呃,我们已经, 我们已经,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说, 因为a是dependent的, 根据dependent的定义, 一个homogeneous的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 au等于0, 这个u呢, 可以找得到一个non-zero vector, 那可以找到一个non-zero vectoru, 它跟a相乘以后, 等于0, 所以u, 它可以是一个non-zero的, 可以是一个non-zero的vector。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又说呢, 这个, 因为ax等于v, 它是有解的, 所以你现在又存在着一个v, 这个v呢, 跟a相乘以后, 会等于b, 所以, 所以今天呢, 我们知道u跟a相乘以后, 会等于0, a跟v相乘以后, 会等于b, 你找得到一个vectoru跟a相乘以后等于0, 你找得到另外一个vectorv, 跟a相乘以后等于b, 从这个结论, 你就可以得到说, a这个, 这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 它是可以有无穷多解的, 怎么说? 因为你可以找到另外一个解, 你只要把这两个式子的左边跟右边相加, 你知道,把这两个式子左边跟右边相加, au跟av加起来, au跟av加起来, 变成a倍的u加b, 0 vector跟b加起来, 会等于b自己, 那你就发现, a乘上u加v, a这个metric乘上u加v这个vector, 你会得到b, 那u加v就是另外一个, 另外, u加v它就是另外一个解, 当然如果今天, u是0 vector, u加v还会等于自己, 那也其实没有找到另外一个解, 但问题是, 现在我们已经告诉你说, 因为a是dependent的, 根据a是dependent这个性质, u它可以是非0的, u它可以是非0的, 所以你找得到一个非0的u, 它跟你原来已经存在的解v加起来以后, 它又是一个新的solution, 所以我们找得到第二个solution, 我们找得到u加v这个solution, 本来aAx等于b只有一个solution是v, 我们只确定至少有一个solution, 但是我们找得到另外一个, 那我们其实就有无穷多的solution, 这个是从dependent正到有无穷多的solution, 那反过来说呢, 怎么说如果有无穷多的solution, 那就一定是dependent的呢? 那这个证明也很简单, 如果今天有无穷多的solution, 那你一定找得到两个不一样的solution, 对不对? 如果你有无穷多的solution, 从无穷多的solution里面, 你随便挑两个不一样的出来, 我们挑u跟v出来, 它们是不一样的, 那a乘上u跟a乘上v, a乘上u跟a乘上v, 它们都会等于b, 它们都会等于b, 接下来呢, 你把这个式子的相减, 所以你把左边的au, 减掉av, 变成a乘上u-v, 右边的b, 减掉b, 会等于0 vector, 那因为u不等于v, 我们已经知道说u不等于v, 所以呢, u-v, 它就会不等于0, 它就不等于0 vector, 不等于0 vector, 那这就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就是dependent的定义呀, 你可以说这个是一个, 这是dependent的定义, 你找到一种不权为0的coefficient, 跟a的colon, 做linear combination以后, 等于0 vector, 所以a是dependent的, 就这样子。 好,那讲到这边大家有问题要问的吗? OK吗? 好,那刚才讲的是dependent跟independent, 那接下来要讲的是另外一个名词, 这个名词呢, 叫做rank, 那我们还会讲另外一个名词, 叫做nullity, 不过我们在定义rank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用到dependent, independent的概念, 我们才有办法定义rank, 这件事是跟dependent, independent是有关系的。 那什么是一个matrix的rank呢? 什么是一个矩阵的rank呢? 这个矩阵的rank的意思是, 在这个矩阵的vector里面, 在这个矩阵的colon里面, 你可以找到最多的independent的colon的数目, 你可以找到最多的independent的colon的数目, 就叫做这个matrix的rank。 那么nullity的定义呢, 是根据rank来的, 剩下的colon就是nullity, 剩下的colon的数目就是nullity, 或者是你把一个matrix它的colon的数目, 剪掉它的rank的数目, 就是nullity的数目。 这样讲起来有点抽象, 也许我们就直接举一个例子, 来说, 这边有一个matrix, -32-1-790-002, 它的rank有多少呢? 那你要问说它的rank有多少, 就等于是问说, 你可以找到多少个, 你可以从这个vector set里面, 这个vector set有三个vector, 这个matrix有三个colon, 所以这个vector set里面有三个vector, 从这个vector set里面, 你可以挑出多少的vector, 组成一个新的集合, 它们仍然是independent。 你可以从里面挑出多少个vector, 放在一起, 它们仍然是independent的。 那你知道这个数字啊, 一定小于等于3, 对不对? 如果你回答说, 我今天这个matrix的rank是4, 就太智障了, 因为rank的定义就是, 你可以从这个set里面, 挑出多少vector, 组成一个新的集合, 它仍然是independent的。 所以今天只有三个vector, 所以你不可能挑出四个, 所以最多就是3, 所以你在检查的时候, 你就从3开始检查起, 我们就从3开始检查起, 有没有可能是3呢? 如果是3的话, 意思就是说, 如果其实只有三个vector, 所以如果你说你要从这个vector set里面, 挑三个vector, 就是全部都选了, 这三个vector都选起来的话, 他们是dependent的, 还是independent的呢? 你想一下, 想一下, 他们有人是其他人的linear combination吗? 你可以这样想, 或者你可以想说, 你找得到一组非零的奇数, 让这三个vector做linear combination以后, 等于0vector吗? 有同学摇头, 那之后会再教大家说, 怎么用比较有效率的方法来判断说, 它是dependent还是independent的。 那这边,到目前为止, 也许你还不知道这个有效率的方法怎么回事, 所以你可能就是自己在心里面想一下, 嗯, -370可以用这两个东西组起来吗? 嗯, 看起来好像不行, 因为如果你-370要用这两个东西组起来的话, 这个vector一定要乘0嘛, 那中间这个vector怎么乘都不可能变左边这个, 嗯, 所以不行, 然后中间这个可以用左右两边做linear combination组起来吗? 嗯, 看起来不行, 那右边这个可以用左边这两个组起来吗? 做linear combination组起来吗? 不可能, 因为这边它第三个dimension是个2, 所以左边这两个vector你不管乘多少, 它们第三个dimension系数都是0, 你不管乘多少都组不出2, 所以这三个vector你把它拿出来, 它们是independent的, 它是一个independent的vector set, 所以这一个metric, 它的rank, 我们就直接写成r了, 我们就直接写成r好了啦, r等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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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nullity是哪来, 是多少呢? nullity就是rank算出来的啦, nullity就是0, column的数目减rank的数目就是0, 就是nullity就是0, 所以rank加上nullity会正好等于column的数目,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 这边有三个vector, 这边有一个matrix, 它有三个column, 这个matrix你觉得它的rank是多少呢? 多少呢? 简单你就可以检查一下, 如果把三个vector都拿出来, rank会等于3吗? rank不会等于3, 对不对? 因为你随便找就可以举到一个例子, 1,2,3, 第一个vector乘10倍, 会等于第三个vector10, 20,30, 所以你把三个vector都取出来, 它是一个dependent vector set, 它不是independent的, 所以rank一定是小于3的, 那接下来你就会想说, 那如果我取两个vector呢? 那取两个vector的话总共有三个可能嘛, 你要嘛取这两个, 要嘛取这两个, 要嘛取这两个, 对不对? 好,那你会发现说呢, 不管是哪一个组合, 它仍然都是dependent的, 因为如果你取这两个, 那这个vector乘3倍就变它嘛, 你取这两个, 这个vector乘10倍就变它, 你取这两个, 这个vector乘10倍就变它, 所以rank是小于2的, 你找不出两个vector, 你找不出两个column, 它们合在一起, 会变成一个independent的vector set, 那一个呢? 我们只取一个出来呢? 如果你只取123出来, 你有一个vector set, 就是只有一个element, 就是123, 它是dependent的, 还是independent的呢? 按照dependent和independent的定义, 你想想看, 如果一个vector set, 它现在只有一个vector, 就是123, 它是dependent的, 还是independent的呢? 给你三秒钟的时间想一下, 你觉得有一个vector set, 它里面只有一个element, 就是123, 它是dependent的同学举手一下, 有些人觉得它是dependent的, 你觉得它是independent的同学举手一下, 多数同学觉得它是independent的, 为什么它是independent呢? 我们想一下, 我们刚才说, 某一个vector是其他vector的linear combination, 这件事情是, 在有多个vector的时候, 你才能够这样想, 如果只有一个vector, 我们就回到independent或dependent的定义来, dependent的定义是什么? 如果今天你这一个vector123, 你要让它乘上某一个系数x1等于0 vector, 唯一的可能性是什么呢? 唯一的可能性是x1等于0, 不然没有其他可能了, 你找不到一个非0的系数, 可以做linear combination变成0, 所以它是independent的。 但是如果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我有一个vector set, 它里面只有一个vector, 就是000。 它是independent, 还是dependent的呢? 你想一下, 按照dependent跟independent的定义, 它是independent还是dependent呢? 觉得它是dependent的同学, 举手一下。 好,手放下, 觉得它是independent的同学, 举手一下。 好,没有人觉得它是independent的, 没错,它确实是dependent的, 为什么? 因为你这边如果给它乘上一个系数x1, 希望它等于0 vector, 你完全可以找得到一个非0的, 比如说我这边说它是exponential100, 我找得到一组非0的系数, 跟0 vector相乘以后呢, 它是0 vector, 所以它是dependent。 它是dependent。 好, 所以我们回到现在这个问题来, 这边这一个矩阵, 这个matrix, 我们可以找出多少的column, 变成一个independent的say呢? 最多找出几个, 我们发现最多只能找出一个。 所以它的rank是1, 然后它的nullity呢? 它的nullity就等于2。 因为column-rank的数目就是nullity, 所以nullity就等于2。 好, 那如果一个0的matrix呢? 如果一个matrix它的三个column都是0的话, 那它的rank会有多少呢? 我们讲完这个问题就下课休息10分钟。 它的rank你觉得应该是多少呢? 按照rank的定义, 你取得出多少的vector, 组成一个independent vector set呢? 你仔细想想看, 0 vector, 只要一个vector set里面有0 vector, 一定是dependent。 就算一个vector set里面只有一个vector, 如果它是0 vector, 你看一下我们右上角讲的这些东西, 就算一个vector set里面只有一个vector, 只有一个0 vector, 它仍然是dependent的。 所以你今天这个matrix啊, 你找不出任何column, 组成一个independent的vector set。 所以你可以说, 或者是说如果它要, 所以你可以说它是一个空集合, 所以它的rank呢? 是0, 你找不到任何vector, 可以组成一个independent的vector set, 所以它的rank呢?是0, 那它的nullity呢? 就等于3。 好, 那我们就在这边呢, 先休息10分钟, 等一下再回来。 好, 上一堂我们说到什么呢? 上一堂我们就是说到说, 一个zero的matrix啊, 它的rank是0, 哦, 它的rank是0。 好,那这边呢, 有更多的例子啦, 那通通都秒看, 对不对? 这个的rank你觉得它是多少? 这个matrix的rank你觉得它是多少呢? 你想一下, 你觉得它是多少呢? 好, 这是个选择题, 你觉得是3的同学举手一下。 没有, 觉得是2的同学举手一下。 好, 有同学觉得是2, 有同学觉得是1的同学举手一下。 好, 多数同学觉得是1。 好, 为什么呢? 因为, 你想想看, 就算是2, 你试着看, 你每次取两个vector出来, 它这个, 这两个vector, 它乘三倍就是它, 所以是dependent的。 这两个vector, 嗯, 它乘三分之四就是它, 是dependent的。 这两个vector, 它乘四倍就是它, 所以是dependent的。 所以, 找不到两个vector, 它是independent的。 所以只好, 抽一个vector出来, 只有一个vector, 是independent的。 所以说, rank等于1, nuality等于2。 哇, 就不知道在写什么这样子, 这是n。 好, 那, 这个呢, 0035, 这个vector, 你觉得它的rank是多少呢? 按照rank的定义来想, 它是多少呢? 你觉得它是2的同学举手下? 没有, 你觉得它是1的同学举手下? 手放下, 你觉得它是0的同学举手下? 有人觉得是0? 好, 那我们来想想看它到底应该是2还是1还是0? 2一定是不可能的, 因为假设你把这两个vector都拿出来组成一个vector set, 那, 这个vector set里面有0vector, 所以它是dependent的, 所以不可能。 好, 那1可不可能呢? 1的话, 如果你取00这个vector, 没办法做一个independent的set, 但是, 如果你只取35这个vector, 它倒是可以形成一个independent的set, 所以它rank是1, 所以它nullity呢? 也等于1, 也等于1, 好, 那这个呢? 只有一个vector, 这个很简单吧? 它的rank你觉得是0的同学举手下? 它rank你觉得是1的同学举手下? 好, 手放下, 好, 多数同学都觉得是1, 好, 没错, 它的rank就是1, 它的nullity呢? 它是1的同学举手下? 就是0, 那这个呢? 只有matrix里面只有一个element, 你觉得它的rank是多少呢? 你觉得它的rank是0的同学举手下? 你觉得它是1的同学举手下? 好, 手放下, 多数同学, 没错, 它的rank是1, 它的nullity呢? 是0, 所以rank跟nullity就这么简单。 好, 那现在, 假设matrixA, 它是一个n byn的matrix, 也就是说, 它有n个roll, n个colord, 如果它的rank是n, 或者是换句话说, 跟下面这两框框框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它的努力提示灵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它的Vector全部都是Independent 它的Colon全部都是Independent的 对不对 如果它的Rank是N 代表它的Colon全部都是Independent的 如果它的Colon全部都是Independent的 一旦有解 它就只会有唯一解 按照我们刚才在讨论Dependent和Independent的时候 所证明的东西 如果Rank等于N 代表它的Colon统统都是Independent的 这个就是Rank的定义 如果Rank等于N 代表Matrix A它的Colon都是Independent的 如果Independent的话 就只有唯一解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学到的东西 接下来你知道说 一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有解以后 你可以进一步根据Independent 根据Rank或根据Nullity 判断它是唯一解 还是无穷多解 那这个表格呢 这个流程图啊 你可以换另外一个方式来画 你可以先检查 它是Dependent还是Independent 你可以先检查说 给你一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 它的Coefficient是Matrix A 你先检查它是Independent的 或者是检查它的Rank 有没有等于N 或者检查它的Nullity 有没有等于N 你检查完以后 你不能够说 一旦它是Independent的 它就有唯一解 或者是 你不能说它一旦是Dependent的 它就有无穷多解 一旦它是Independent的 就有唯一解 你不能够做这样的陈述 为什么 因为Dependent Independent 这个东西 跟有没有解 是没有关系的 它是在有解的情况下 才告诉你说 它有一个解 还是无穷多解 所以就算是你知道 Colem是Independent 或Independent 你仍然不知道 它到底有多少解 因为你要再进一步去确认说 它到底是不是有解的 如果它是在Independent的情况下 发现说 它是没有解的 我发现说它是没有解的 那就是没有解 那如果说 它发现它是有解的 那就是微解 另外一个Case 假如是在Dependent的情况下 不是Independent 假如在Dependent的情况下 没有解 不满足上面这两个条件 它不是Linear Combination 不在Spam里面 那就是没有解 一旦有解 它有无穷多解 好 那这个就是今天这一堂课 这个分头影片 要告诉大家的事情 那接下来 好